經過一番波折 中華隊男籃總教練 總算確定由臺皮隊執行教練 周俊三擔任 他也在日前提出十九人培訓名單 包括黃金世代的野獸林智傑 少俠田磊 大房東曾文鼎 與同樣徵戰CBA的小胖 紅智善楊敬 以及臺皮一哥劉真 去年仁川亞運班底幾乎通通入選 只有剛開完刀的後衛葛基豪 沒在名單中 另外在菲律賓PBA打拼的 噴射機張宗憲 以及榮獲本季SBL年度MVP的 奶爸射手陳順祥也獲得青睞 至於外界相當關心的 規劃中風Quincy Davis 追尖盤突出上市 阿三哥表示新臺灣人 以復原八九成 有信心趕上集訓 在SBL跟國外打球的 這些比較目前 狀況比較好的球員為主 那裡面包含了 我想老中青三代都有 那特別是旅外球員 能夠把他們在國外 所學習到的比賽經驗 中華隊在二零一三年 雅錦賽寫下對時首度 擊敗中國隊義軍的紀錄 並且睽違十四年重返四強行列 令全國球迷熱血沸騰 感動不已 今年雅錦賽 將於九月下旬 在中國長沙開打 阿三哥希望能帶領 中華隊延續好表現 衝擊奧運資格 上一屆我們能夠進到四強 當然國家代表隊能夠以四強為目標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今年是奧運年 當然冠軍是拿到唯一門票 另外但是二三名還是有機會 能夠拿到外卡 我們會朝這個目標去邁進 中華隊預計在六月十五號展開集訓 接著七月初前往韓國或菲律賓 一地訓練驗收初步成果 八月再到美國進行第二階段疑訓 並於九月初瓊斯杯結束後 選出最終十二人名單 今年培訓隊集結旅外 和SBO好手 陣容完整堅強 周俊三在接替許靜哲掌兵符之後 能帶領中華隊走得多遠 也成為球迷關注焦點 未來體育新聞 蕭新昌李一涵 採訪報導